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 李津平 李老师 欢迎李老师 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 欢迎大家 也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 一位是刘女士 还有一位是薛先生 那么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 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 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我老公一直对我不理解 给我冷战 别的我们俩感情没得啥事 就是他为了他哥不要老婆孩子 孩子给老婆哪里做错了 就是认不明白 所以说我来叫专家 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我不是因为我哥哥 我们结婚二十多年吧 相互之间 其实可能是我们的脾气不合吧 说什么事情说不在一块 我现在内心的话 真的想一定要离掉 一定要离 非离不可 可以这样说吧 我们俩就是为了他哥 虽然在虽然那 我们俩生气 一次一次的 就是我们俩就是为了他哥哥 不是我们俩感情不好 就是为了他哥哥 俩感情不好 薛先生说 他想要离婚的原因 是因为两人想法不一致 相处出了问题 可是刘虐是坚持认为 两人的感情没什么问题 只是丈夫薛先生的哥哥 在两人婚姻里 起了很坏的作用 提起丈夫薛先生的哥哥 刘女士很委屈 二十多年前 在他刚刚结婚 进入这个大家庭时 就跟薛先生的哥哥 结下了梁子 那时候 两兄弟都在老家务农 农忙时 共用一台收割机 可是就是为了怎么 给车加油的问题 两家人有了点误会 进而从一场口诀 演变成了剧烈的肢体冲突 他嫂子都骂 他哥在门口 一句话不讲 他看我走得快 我不回来了 他就骂我闺女 我看他骂我闺女 骂得实在难听了 我把他打一顿 打一顿 你打了谁一顿 我打他嫂子一顿 他老婆说实话 没多高 又矮又瘦 我的个子又大 他打不过我 说实话 他看到心痛了 他哥又把我打一顿 打得很严重吗 当时 打得也不严重 反正那丢人的拉架 当时老公在身边吗 在啊 他都这样 他都这样不讲话 一句话不再讲的 也不说他哥 也不说我 随便我们两个 随便施打 他一句话不讲 我心里想到 你最起码说个公道话 头一天上我打 第二天他不跑了 上我妈家去了 跟我妈说的 小妹给我 给我哥打架了 他不回家 我心情很伤心的 别伤老公的心 也伤他哥的心 薛先生 这件事情还记得吗 一派胡言 这么一派胡言 你哥是达 是达 你不是达 你嘴呢 你那动都不动 一派胡言 我站着他 不可能去打他了 他都把我打一天 都去打他 没打起来 我就老他 他就打我了 就这样 他要说没打他 因为第一次 我不在家 我在旷 我在上班 我回来以后 我只是了解一下 具体情况 我真的不太清楚 回想起二十多年前的委屈 刘女士依旧情绪激动 她似乎忘了 矛盾发生时 首先是他动的手 可是如今 他只记得哥哥打了他 他吃了亏 两家的关系 因为这场冲突 跌入谷底 让大家始料不及的是 近过去了几个月 刘女士就再次 为了谁替公共 交公粮的问题 气势汹汹地 去大哥家理论 这一次 他又挨了打 我就到他家里 我说 你那时候你爹地 为什么 我跟你交公粮 我凭什么跟你交 我一次接下 一次接下 他爸他给我敲了 他一家里 死口都打我一个人 疫情严重的 打我这身上 天啊都捂了 我妈妈看了 哭了要死 我爸我妈都哭了要死 学先生 自忙三十四 我以前说过的 说话要详终地说 有一话能说 有一话不能说 但是从来不会考虑 有一话能说不能说 就是自管说出来 当时虽然这个事情 过去以后 我也考虑这个事情 我也不想以后 家庭再闹下去 所以我就带着孩子 带着他直接 我直接到矿上去了 以后就是 一直都没回家了 一直编论 在哪里 有什么挑战的 没什么挑战的 后来他叫我上了矿 上了矿 我经常地做个梦 吓醒哭醒 一段时间也都过去了 没有 没有 一段时间过去 我当时还没过去 答的不是你 我哥哥 过后跟我说了 他不对啊 错我也承认错了 这个事情是从来 没有跟他解释过的 对 没给他解释 想到吧 反正都不在家了吧 离那么远 过去过去就算了 我都一直恨 一直恨 恨他打我 一直恨 一年打我两回 我就一直恨 没在我心里 一块大石头压在我心里 我恨 刚刚结婚一年 刘女士就和丈夫 薛先生的哥哥 打了两次架 薛先生很头疼 一边是新婚的妻子 一边是自己的亲哥哥 这让当年才二十出头的他 完全没有办法解决 他思来想去 只有一个解决方案 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分开吧 有什么事 第二晚联系 一年回去几次 不回 一年当中都没有回去过 过年也不回吗 过年也不回 在薛先生看来 只要离开老家 切断和哥哥的联系 一切矛盾就没有了 此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 他再也没有回过老家 这二十年里 夫妻俩远离大家庭的矛盾 相处的还算不错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刘女士心中的恨意 始终没有机会化解 可是薛先生对故乡 对亲人的牵挂 却成为了一股不便明说 却又浓得划不开的忧愁 家里有老人 哪一个人不想回去 怎么看我一个老人呢 我父亲嘛 一直是我哥哥在照顾 他根本都不是想看他爸 他给他爸根本都没感情 就给他哥感情是 你叫他说心里话 他真的想回家 我买过房子 我想我接我父亲都不同意 哎呀 好些事情太习惯了 有什么想法呢 这样的维持就算了吧 因为怎么说吧 当时孩子还小 所以一些想法也不敢想 他爸爸他妈妈 我买过房子 是我让他爸爸妈妈来 暂时来来在我家住的 所以无论他对你父亲怎么样 你对他爸爸妈妈都是很好的 我对他妈妈好不好 他们一家人心里挺清楚的 可以没得说的 他在照顾你妈妈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要照顾一下他的家人 他的父亲 我妈妈那时候也有病 四月份拿着房子 四月份我妈就来了 他爸的精神不好 说犯病 我上班 他跑车 两个孩子上 都得上学 家里没人 那时候我都以为 他哥在家里 他哥照顾 有没有想过这么多年 父亲去看望一下 你看公公还要再看他 还在看他哥哥的脸 还在上他家吃饭 家里锅外飘瘦就没有 仅仅就是因为 跟哥哥的矛盾 所以不去看望父亲们 没办法 比得这样的 那你给过哥哥钱吗 因为毕竟 一个老人家也有支出 满脑子就是 恨 他家的事 我一切都泡汪 我都圈着你家的事 我全部一切不管 说实际上 我给他父母多少 我应该给我父亲多少 他父亲 不管每年封建过去 我都给他钱 但是我父亲的话 我没钱的话 一分都没给 但是我哥哥都要理解我 也从来没说过我 他爸爸还没有病 都是连肿来 他就给他打电话 他说你 要上医院去看了 都没钱了 没钱他可打三千块钱 打三千块钱 我的也出于好心 我就打他 扛子的电话 我就问 我说你 你三爷的那个 啥样好了呗 他好了 他说没有啥病啊 不是 对那个小诊所 数两千 谁都数好了说 我就生气了 我说你要是住院 我住上院了 说没钱 我说你拿三千 拿三万 我心里感性情愿 你愿门都没进 拿着三千块钱 我想了你等于是敲诈我 对了小诊所 你都数两千 几十块钱都数好了 为什么会觉得是敲诈呢 你这不是敲诈干嘛 你拿老的名字敲诈 说实际上 我任何事件 我都亏计我的哥哥 对父亲也亏计 我父亲过世以后 我们才回去一趟 就是一个不孝子吧 哎 怎么说的 十几年了吧 男人嘛 只能自己慢慢承受吧 薛先生心中有了比较 他对岳父岳母 用妻子刘女士的话来说 都是没得说 既出钱又出力 可是他想要对自己的父亲尽孝 可就太难了 他想回家看看父亲 妻子不同意 他给父亲拿点赡养费 妻子又说是哥哥在敲诈 二十多年 因为忌惮判刘女士的态度 他在大家庭中 就像是个隐形人 赡养父亲的重担 就全落在哥哥一人的头上 而哥哥越是对他表示理解 他就越感到愧疚 在薛先生的心底 他亏欠哥哥的 可不止这一件事 在调解现场 他回忆起一段 深埋在心中的痛苦往事